海葵台风带来的强风大雨 让大家很关心就是即将要采收的瑞瑟鹤干稳蛋佑 除了落果的情形之外 因为大雨还可能会下个两三天 因此农民也很忧心会影响到柴果作业 更会冲击到上市的时间 海葵台风来袭在瑞瑟地区最大瞬间震风打9级 劫时累累的温蛋佑数此时最怕的 就是遭遇强风吹落 影像体侦测的这种攻速 最大震风是达到九级风 那鹤干稳蛋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损伤 也就是说鹤干稳蛋没有落骨的一个情形 除了已经有部分的稳蛋又已经先行采收 这一次海葵台风大风吹 落果灾害并不多 品质也不受影响 农民此时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然而面对台风尾持续好大雨来 农民担心会直接冲击整个采收进度以及上市时间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会影响到柴果的一个时间 那因为下这个雨之后农民必须要在等出太阳两到三日之后 让我们的这个文旦又的甜度再度的回升到一定的水准之后 农民才会采收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会影响到采收时间跟上市的时间 瑞瑟文丹佑种植面积将近800公顷 年产量约4200万台金 今年鹤岗文丹佑在早收新技术的栽培生产下 品质水准稳定 虽然在采收期间碰上海葵台风来袭 不过并未造成大量落国的情形 文丹佑品质风味也更甚以往 记者石玉兰正式采访报道